在停驶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终于又上路 可以预期将吸引不少人去市场 也渴望带动沿线文新路的商机 对于整体大台中的餐饮跟官方商机都将创造力多 我们邀请到达人和大家分享心目中的美食地图 第一位是消费美食部落客棉花糖的天空 哈喽大家好 我是棉花糖 然后我是台中在地的美食部落客 第二位呢 台中市议员江兆国 我长期关心捷运的状况 那很高兴他已经通车了 终结率线的启动 所以直接活络的你觉得是哪些商圈 我自己觉得那个文新崇德那一站 我最近整理发现它有超过30家的餐厅 第一间是这个甜点店 它在那个高铁走出来大概10分钟左右 是一家法式甜点店 它叫做二月生 然后再来这一家 这一家我也很喜欢 你有看到吗 这一条长条这个是牛舌 它是在那个市政府捷运站 走路大概5到10分钟就会到了 它是地长河牛烧肉 在水安公站 这是咖啡滴 它是一家算是网美咖啡厅这样子 对 里面的东西蛮特别的 它都是用年轮蛋糕制作的 请教一下议员 就是终结在少年一度停时嘛 经过几个月的修复期之后 是不是已经完全做足上路的准备呢 其实上次的断轴事件到现在 好像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真相出来 新的设计新的材质 它是不是能够足以看用 还是要留给时间来考验 是不是有一些个人搜罗的美食景点的名单 达人在旁边 我实在是不太敢官公面前耍大刀 水安公站旁边就有两间 其实我很喜欢的咖啡厅 一个叫做喜德胜 它是一间结合眼镜店的一间咖啡厅 它不但建筑很特别 也是网美好拍照的地方 那你去那边还可以看到很多 日本的欧洲的眼镜 然后当然也有好喝的咖啡跟甜点 那第二间它叫做咖啡露露 那个老板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女孩子 那是2014年世界杯的冲组大赛 全世界世界杯冲组大赛的第五名 也是台湾的代表 网美的话 就可以先坐捷运到那个文星森林站 然后可能比如说骑脚踏车啊 或者是转乘公车 可以到那个省记心车草务道 那边都有非常多非常多 网美适合拍照的餐厅 这家是一家居酒屋 它叫无流手 它是从台北开下来的 非常有名 然后它从文星重德站走 路大概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 景点我觉得最新的这个中央公园 大家有去过吗 这个非常漂亮 这是在中纲园里面的一个湖 那你晚上的时候 它可以刚好拍到柯南桥的倒影 最后自己的话是这个 这是最近大家发现的 IG打卡景点 它在文星森林站的后面 如果要去的话 比较远的话 你会建议它怎样的接驳或转程呢 可以骑坐那个i-bike 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1.0跟2.0嘛 因为它们互相不相容 脚套车的部分 其实应该要赶快来设置吧 上次有七站还没有设置 但是现在陆陆续续有在补齐了 每一站周遭的汽机车停车格 跟停车场还是不够 有地方停 我才有机会去坐捷运嘛 我去到捷运站 我车子没地方停 我就只好开车到我自己下一个目的地去了 1.0跟2.0版本的部分 好像没有能够完全相容啊 市府好像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我也觉得还蛮一头雾水的 其实过去这两年台中市政府 完全没有增设i-bike 因为没有编金费 那在议会不断要求之下 还终于编了 一定要有相容嘛 现在我在1.0站跟2.0站不相容的情况下 其实造成了很多使用上的问题 民众他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 他借的那一站 还的那一站 究竟可不可以借还车 那会造成了很多民众使用上的不方便 我觉得其实这次的捷运 对于外地人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它就连接到高铁 所以如果你坐高铁来台中玩 沿着文星沿线 其实我觉得可以玩到很多不错的地方 这个是歌剧院 歌剧院他们在最近一直到 应该一直到暑假前 都会有那个灯光秀 这是在他们的二楼 就是大家都知道歌剧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物 它是很像洞穴一样的 那歌剧院的馆方啊 他就特别利用这个特殊的建筑 所以他就在曲面上面去投影 像这个是过年的时候的投影 然后就做了很多的天灯 高铁站那边可以去彩虹眷村 因为那个彩虹眷村是特别保留下来的 然后外国人去都会觉得哇色彩很缤纷 大家都会拍不完 疫情之故啊 大家都困在国内嘛 所以就也希望追求一些伪出国的感觉啊 那就这些游城跟吃的地方啊 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咖啡厅啊 或是哪些景点 让民众有伪出国的感觉 像刚刚的那个文星森林公园后面 粉红色的那个建筑物 就是很像越南的一个粉红色的城堡 那我觉得还有像那个在绿光计划 就也是坐车到文星森林站 然后转程到绿光计划 靠近省计行存那边 绿光计划是一个两层的 也是老建筑 然后他现在刚开始的时候 就他的植栽还没有那么漂亮 现在植栽啊花开起来 就很像走在那个欧洲乡下的那种街道上 我想这次的载通车 我们也很希望说未来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 如果还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我觉得这个加分的这个美事好事 到最后反而会变成市长 他健选连任的包袱 议会这次在监督上 可以说是被忽略的 是缺席 被缺席的 所以这次的安全上 我想台中市议会 没有办法替台中市政府来背书 我想这次这四个月的整备期 监督公司他有做了相关的调整 只不过说比较遗憾的就是 我想平稳的部分 还有那个列车噪音的部分 这两个部分目前看起来 是用放慢速度的方法来解决 我想捷运放慢速度的话 对民众在赶时间的时候 或者搭乘上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你们会不会觉得 只有绿线其实还是不够的 文星路沿线的店家 毕竟他们也忍受了 好长的一段交通黑暗期 所以他们其实受伤也蛮两难的 又很害怕那个黑暗期会让生意消退很多 可又很期待盖好的时候 带来的便利性 那对于我们这种一般民众来说的话 就是我目前是觉得 我觉得台中人真的还没有适应 要做捷运当做交通工具这件事情 台中人还是很喜欢骑摩托车 台中市现在已经是全国第二大城了 以28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我想我们必须拥有一个捷运的路往 也就是这个蓝线跟局限 我认为未来势必要盖 我们真的等不及了 我真的是很怕说 你蓝线盖好的时候 或许连我那时候都是买老人票才做得到 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等太久了 我们希望市府能够加快这个角度 捷运总是叫捷运嘛 它还是要有一定的 速度还是要快一点会比较好 那如何去改善 捷运公司其实他自己还要再想想看 希望是这次的副始一定要是安全 希望是一定是安全 因为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调整 然后整个刚刚提到的设计跟材质 都已经更新了 未来我们希望台中市的捷运能够 很平顺地继续经营下去